最近中国太极权界有那么一位啊 自称是京武太极第一代传人的太极大师叫严芳 是个女的 他把跟徒弟对练的过程当中拍下了一段视频呢 给发网上去了 结果引起了轩然大波 好多人看了这段视频之后啊 都感觉不吐不快 心里有话 想要说我们先看看这是怎样一段神奇的视频 感谢观看 刚才您看这段街舞跳 不是这段太极练的怎么样 好多人说这太神了 不可能啊 这哪来这凌空劲 哪有歌山打牛什么的 反正你在网上看 大家看了这段视频之后 绝大多数人的看法是表演 武术哪有这么神呢 这是大多数人看法 可是当记者呢 带着这些疑问 去问这个严芳大师呢 严芳大师却说你们根本不懂太极 咱们看看网友的呼声以及严大师是怎么回应的 京无太极传人 无空打飞壮汉 随着这段视频的传播 不少网友惊呼 演的太假 玷污太极 也有网友持相反意见 他们说 不懂太极 不要妄加评论 我最起码四十多年的太极前了 但是有些网民不了解的情况下 有些质疑是难免的 第一 没有表演的成分 这是第一 第二呢 但是有一样的就是说 我们很放松的弟子和弟子们在推手呢 就是在试这里有劲 因为他们是学着的 并不是和我在那儿照进来了 就是说我看我有劲还是有劲 那他一切不是没力气的 那么他们都在跟我学 怎样把人走出去的 当然了 这种事啊 公说公文理 婆说婆有理 可是呢 实践是简案真理的唯一标准 是罗子是马 你总得拉出来溜溜 所以当大家对此事众说纷纭的时候 全文媒体中央电视台 派了一位记者到现场 去采访一下严防大使 而且这位记者也想亲身体验一下 到底灵还是不灵 我们看看这个记者最后的报道结果 确实呢 这段视频在网上传开之后啊 立刻就引来了许多人的质疑 对此呢 我们的记者采访到了视频当中 这位太极全师 也是京无太极传人 严防女士 当记者上前 要与严防大使体验推手的时候 严防的徒弟 立刻挡在了师傅面前 拒绝了记者的要求 虽然严防拒绝与记者过招 但是严防表示 他可以让徒弟们跟记者较量一下 严防的徒弟并没有像师傅那样 把记者打飞几米远 反而记者把严防的徒弟撂倒在地 你看 看到这有人说 这不明摆着吗 还说什么 这个你越是会练太极的 你有感应 不会的 你看不会 我还弄不了你了 这叫什么武术啊 但是我确实听到 武术界有好多人说 哎 由于很多人不懂太极的奥妙 不知道里边这事 所以看着像表演似的 就质疑 而这质疑是没道理的 那么双方到底谁有理呢 那咱们首先得说说呢 既然严防老师自称他是太极传人啊 虽然他说他精武太极 很多人没听说过精武太极 一来五十年前 一个传奇式的人 来到京城的瑞王府里 他凭借一身武功 力错精师高手 从此是一种古老的格斗术 焕发出伟大的能量 这个人叫杨露禅 他所用的古老搏击术 就是太极传 杨露禅所创的杨式太极 是现今流传最广的太极传 除此之外 还有臣式太极 吴式太极 孙式太极 胡式太极 和武当太极 在民间 他有很多人用自己师父的名字 来为太极拳命令 比如 李金吴是陈氏太极拳的一大成者 他的徒弟就把李金吴所练太极拳 称为精武太极拳 传说中太极拳 是最高境界的合斗术 那么曾经的太极拳 到底什么样呢 如今的太极拳 又有怎样的发展 老梁观世界 正在播出 如此太极 很多人就说这太极拳 怎么能打人呢 你看在公园练太极 哎呦 那个慢哪 那速度 这能打着人吗 哎 各位首先得说 你现在看到的太极拳 不是那种能打人的太极 当年杨露禅 我们都知道这是杨式太极宗师 杨露禅到北京教拳的时候 很多王公贵宙 向他学拳 门里的东西 我能随便给你吗 不肯轻易教 再一个就教你 你吃得了这苦吗 所以杨露禅的儿子 杨建宏很有文化 他就把太极打人的小架 改成中架 到民国时候 他的孙子杨成普 又把中架改成大架 所以你现在看到的 公园里打太极 那个99%打杨式太极 那叫杨成式太极拳 不是杨露禅那个太极了 这种东西杨克一上说 已经不能打人了 但是他有什么效果呢 他把你对太极的理解给拉长 说白了 我们想象太极打人就是个科学实验 比方说瞬间 有用了 我们这过程拉长 我是怎么能打到你的 怎么发着劲的 我通过把这过程放慢 通过一种是练习套路 一种是推手 慢慢推感受 也就是说你可以把练套路 慢慢腾腾这种推手 当做是太极第一次实验 就像我们现在看 可能镜头前就一秒 咱们电视镜头 然后那好 我把它分成24针 一个个镜头 分解开来 你可以理解太极这么慢练 就是分镜头的一个效果 说白了 跟科学实验当中啊 慢放 一点点回放 和这个差不多 我们看这段视频的时候呢 好多朋友呢 就产生了两个疑问 第一个 这种没怎么接触的人 就倒出去了 隔山打牛 这种凌空劲 这到底有没有 这是第一个疑问 第二个就是 严谎解释那个 你越是会练太极 你反应越强烈 你不会 我还弄不动你了 太极两个部分 一个部分听劲 一个部分划劲 听劲是什么呢 为什么太极讲 后发之人 以静之动呢 就是你这力量过来了 我通过身体接触 感觉到 你这劲往哪来 你看那推手是什么 互相之间 就是感觉你的劲 往哪来有多大 这个听劲呢 之后跟着的是划劲 就我感觉到 你发力的方向 力量的这个大小 然后我再把你劲划掉 所以这力打过来之后 感受再划掉 咱们看这个武术片子里边 太极张才锋 李廉杰主演这个 里边的武术设计重头 虽然那很花哨的啊 那不现实 但是他确实是太极里的精髓 我让你先打过来 然后借力花力 花你劲 先知道你劲在哪 这叫听劲 那么这个画劲 他能审到什么程度呢 在这个以前的武术典籍里边 有过这种描述 王宗岳的太极权论里 说到话 就讲到叫一语不能加 迎虫不能落 就一个羽毛 落到你手 它落不下来 你能把它落下这劲儿化了 迎虫不能落 就这个苍蝇和蚊子 在你手掌上 飞不起来 什么意思 比方说蚊子 现在落到我手辈了 假如我就是那个 练到太极功夫最高的人啊 这蚊子吸饱了我身体的血 它是不是要飞起来 蚊子怎么在我手辈上飞起来呢 它要用腿支撑力 一支撑 我这个手辈 它就飞起来 这就跟我们走路 你为什么能往前走呢 你的鞋 给地面一个作用力 然后反作用力 推着你往前走 可是呢 太极高人能做到什么呢 这蚊子 吸薄的血不要飞吗 我要它飞不起来 为啥 它这蚊子腿一当我手辈 有股力量吗 我把这劲儿给画了 这蚊子接不上劲 它就飞不起来 只能在那展翅膀 肝展翅膀飞不起来 这叫一语不能假 迎虫不能落 以疫运身 以身运气 迎进复发 平时要反应灵力 随区竞争 进退自尾 鸟就飞不起 洪水汹涌来袭 光靠筑坝抵挡 毕竟不是良策 如果采用疏导的方式 把水流引向低处 便可起到长久的缓解作用 这正是太极拳的核心战略思想 如何发挥技巧 是太极的最终目的 而以柔克刚 更是太极拳 充满哲学意味的精髓 从科学的角度下 在运动中求圆 是太极拳 克力制胜的关键 不动则已 动则不能离圆 前后是本能 左右是技巧 上下是往下 这六个方向 你所有的圆动 按照六个方向去画 你出来的力 就叫回员力 就叫回员力 这种回员力 是练无数人梦寐以求的 在太极拳中 圆已经不是一个简单的图形 圆的利用不仅灵活稳定 而且能够集中更多的力量 运动中的弧形 能够更好的画出对方的进攻 功夫越深 圆越小 要是根本看不到其转动 太极拳看似软弱 搏击起来却很强大 看起来不进攻 其实处处在进攻 咱再说通俗点吧 就说这个俩小朋友经常玩这个 在一个圈里对着推 你会发现我有时候没推 我就晃你啪 你推我一下子倒了 没推上我 这其实就是连空劲一种反应 感知到你力的方向 我给你引导引进落空 准确来说什么呢 我再简单说吧 就说你要打人才力量大 你要打不上 你准备下一次打怎么办 你必须得把全回来吧 打完了再准备下一个 回来这个过程 你出去多大劲 一般回来就多大劲 太极力还在哪里 知道你出了这股劲 我给你打不上 然后呢 我想话不让你这劲回去 把你回家的到董上 或者说让你回去 回去的不是那家了 他把你回去这股力量用上 因为回来这力打不着他 他可以借用 他自己再一推 把你回去这劲 改变方向 或者晃到其他方向 这不就等于他微小的力量 借助你的很大力量 把你给打上了吗 太极拳的实战攻防特点 在推手中 甘心的淋漓尽致 四两拨千斤 真正的对决 一触即逃 你这一发力 他给你引导你力的方向打空了 你就出现链切啊跌倒啊 当然像严大师里边那么夸张的 不大可能 为什么呢 你再怎么引导 你都是一开始的力量大 他通过自己的掌握平衡 这劲会越来越小 你刚才看视频里边 一开始没多大幅度 到最后又爬地上 又翻跟头又折个的 这完全不符合力学原理 力量在你掌握平衡当中 你会受力越来越小 就像我推你一下的 你第一步可能后退的多 越往后步越小 然后到静止 力是越来越小的 怎么可能越来越大呢 这就完全违背了常识了 凌空劲这个东西 其实是画力听劲一种方式 绝不像里边